Zither Harp 山的那边有几重山岗 海的那边有几重海洋 只有比天大的心知道答案 心在天边 点在头上 相逢多能在 相知路上 想不见自己 就是对方 泪水潘水只向着太阳流光 轻易交给 岁月流淌 说一香 说一香 说念念记忆的月明月暗 我都是梦里 田园如歌如唱 说前尘 说过往 说随随自己的离合悲欢 只剩下 相思交往 相逢多能在 相知路上 但不见自己 就是对方 泪水潘水只向着太阳流光 轻易交给 岁月流淌 说一香 说一香 说念念记忆的月明月暗 我都是梦里 田园如歌如唱 说前尘 说过往 说随随机忆的离合悲欢 只剩下 相思交往 我说句大逆不道的话 我从小就恨我爹 直到那天在码头上 曾阿山叫人把我爹临终前 写给奶奶的信送给了我们 看了之后我才知道 我爹也是迫不得已 其实他心里也是挺苦的 信啊 能不能给我也看一看 现在奶奶身上 因为心里揭露了一些官场的事情 奶奶说 这是我阿爹用自己的心血写成的 如果有着一日见到皇上 他一定要给皇上看 都写了些什么 能不能说出来 让我也听一听 他在心上说了 对不起奶奶 对不起我和阿门 对不起我二叔和那些台友 可他没有办法 我们林家有条祖训 说是朝廷让我们在台湾安家 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先想到这个国 再想到这个家 又说他的这条命 也是孔大人从牢里救出来的 无论怎么说 他都得报效国家 所以他当了福建提督以后 他就下决心要整顿路营 整顿官场 可是还没等他整顿好官场 就被官场的那些人 把他给整了 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已经彻底心灰意冷了 打最后一仗吧 把这条命还给朝廷 也算是他为国圈居了 朝东 现在 曾阿山是被抓起来了 可是抓他有什么用啊 他是坏 可丁之剑和福建官场那些人 不是比他更坏吗 那些人不还在那儿作为作福吗 我二叔的约没有深 那些台湾的约也没有深 水平啊 我不知道奶奶在北京会怎么样 我答应你去北京 可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能把奶奶接回来吗 奶奶这个人 你也是知道的 他要做的事情 是谁也拦不住的 壮现在告成这个样子 奶奶能让你 把她接回来吗 我不能让奶奶 在这样子待在北京 退一步讲 退一步讲 就是把奶奶接回来了 今后又该怎么办呢 你二叔的冤 不深了 那么多台永叔伯的冤屈 也就认了吗 你刚才说的话 和你最早跟我说的 是不一样的 你说你不想学你爹 为了什么建功立业 糊里糊涂去打仗 又糊里糊涂地去干些事情 你学杨丸 学做生命 只想在台湾这个地方 能够踏踏实实地 做出些事情来 比方说 开发张脑 开发茶叶 现在呢 我们又一起 开发煤矿 你说 把这些事情 真正地做起来了 才能够 真真正正地光大祖业 才能够 帮助那些 跟你爹受过那么多苦的人 这些事情 你还做不做啊 你要知道 当时啊 我看上你了 就是这些 我所以 才会不顾一切的 嫁到你的林家来 我在英国读了书 为什么还要回来 也就是想回来 做这些事情 在认识你之前 我就跟我爹 说过好多次 真要想发展 台湾 才是最好的地方 你也看到了 日本人 英国人 法国人 那么多的猎枪 都看上这个地方 你们林家 在台湾这个地方 有这么厚的根基 又有这么高的威望 现在这些事情 我们如果都不做了 就等着官场上那些贪官 哪一天 把台湾的这些财富 全部都卖给外国人吗 你还不知道 巡抚他们 整我们杨家 就是日本人唆使的 他们帮着巡抚和丁志健 在台湾搞什么张脑 其实 就是一个圈套 先把他们的 给套起来 然后再抓住他们的把柄 最后 再把台湾张脑的开发权 和专卖权 都给拿去 是 可现在巡抚和丁志健 那些贪官办不到 这一切我们还是做不成吗 你不知道 我今天看了亭记了 他们把手脚都做死了 说这个案子 是皇上定的 这案子要翻 就得翻到皇上头上去 让皇上认错 这可是在大清国 这可能吗 要是我们能够把状告赢 再把奶奶接回来 然后呢 我们把想做的事情 都做起来 铁板一块了 我们根本就拿不出 他们他们的证据来 我们现在 可以去找一个人 找谁啊 女儿就 子马善 找他 他那里呢 一定会有丁志健当时 谋害你二叔的罪证 也有丁志健 把无量推出来 包张脑山探墨的罪证 要知道 你阿舅现在最狠的人 也就是丁志健了 看阿舅后来做的事 他是有些后悔了 我去找他 他真的会给我 可现在丁志健把他看得紧紧的 想见都见不着啊 你阿舅那个人呢 心机极深 有东西也不会放在山上 要找 应该去找阿翠 有这个可能 嗯 可找他 我去何事吗 那我去吧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拿到一份 更重要的证据 还有什么证据 巡抚要基隆煤矿 百分之五十股份的自据 什么股份自据 杨三师王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巡抚夫人呢 现在已经答应了刘老板的朋友 对基隆煤矿 又开采权了 但是呢 却提出了 要分他们一半的股份 我们呢 只要在阿翠那里 拿到了他们当时派你二叔 和他们 必用无量勾结日本人 来开发张老的证据 这边呢 我们 再拿到 他们要 开发基隆煤矿 又要分股份的 证据 把这些呀 都送到北京去 交给奶奶 奶奶呢 再去告 这就是 震动朝廷的大案 到了那个时候 谁也就保不了他们了 朝廷呢 就不得不派人来查一查 只要朝廷派人来一查 所有的事情 就都清楚了 那真相 就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对呀 对呀 水瓶啊 多亏了你 对不起啊 你看我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不是说要到北京 把奶奶接回来吗 现在你倒是去啊 我 水瓶 来 这老夫人 一可 是是是 来了 老夫人 州安排好了 这辆车 会一直把您送到福州 到了福州 他们再派船 把您们几个送回台湾 多谢大人 也多谢朝廷 可我现在不能回去 老夫人 还有事情要办 那我们就要多等几天 等您老办完了 我们再送您老回福建 说出来 不是要让大人为难 北京 我无亲无故 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办 我要办的 就是要把这个状告下去 老夫人 该说的话 我昨天都跟你老说了 不要告了 至少眼下不要告了 许多事情 不是该怎么办 就能怎么办的 有些事情 眼下受了委屈 兴许以后还能伸张 听我一句劝 您老还是先回去 等日后有了转机 我们得公告您了 我相信大人的话 这次来 也就是因为见到我大人这样的好官 才让我更有信心 朝廷还是有说理的地方 大人 大人 我知道您的难处 不再找独察员 也不再住在贤良寺 我搬回原来我住的那家小客栈中 我去找公清娘 我去找皇上 千万不要去啊 这事情本不该跟您您说 但是到现在也只能跟您说 皇上 这一向公清王的日子也不好过 这话 我只能说到这份上 老夫人 您还是先以大局为重吧 皇上病了 皇上可千万不能病啊 我儿子还有那么多台永寿的冤屈 可都是皇上批的字 也只有他才能改过来啊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您老先回去 等皇上的病好了 再慢慢讲办法 你别再宽慰我了 我这么大把岁数 这一回去 我还能再来吗 老夫人 跟送您老回去 可是朝廷的意思 老夫人不走 日后 我们也不好再照看您了 我说了 我说了 我们搬回原来那家小客战去 我再给您添碼了 朝廷 嗯 给大人客户 请请请请请 老夫人请回府吧 朝廷 我们走 老夫人 老夫人 您知道 我在东察院这个差 也搭了好几年了 不管有多么大的事 经过我手能办的 我全都办了 这办不了的呢 我也从来 不会再去管 我这一辈子呀 就只管您老这一件事 您老听清楚了 原来的那个客战呢 就不要再回去了 是另外找一个地方住下来 去哪里 长沙会馆 您想啊老夫人 您儿子 是跟左宗堂立了租公的 这回的事情 要替他伸冤 就必须去找一个人 左宗堂 朝廷前不久啊 接到了奏报 左宗堂在塞外打了胜仗 就要进京了 现在长沙会馆 还住着好些等左宗堂 求他办事的人 您老住那儿啊 一定会有人过来帮您的 我先打 告辞了 你告辞 奶奶 走吧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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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玩了 快起来 快起来 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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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夫人亲了 好好好 她们呢 她们呢 都是当年 跟你阿爹阿伯 一起打仗的 湘军叔伯 快 快给各位长辈叩头 来来来来 收力收力 收力 各位起来 各位群起 起来 起来 各位群起 有些事情啊 你们大家还不知道 这铃儿哥 在台湾被人杀害了呀 哪个孩子 哪个孩子 老太太 是来给铃儿哥申卷的 哪个孩子 刚才铃儿哥 狗子那还撩着 大经国真是笨拳还低了 哪个孩子 好 大家先别闹了 先别闹了 有些话 一时关会也说不清楚 咱们呢 现在赶紧跟老太太腾房子 啊 腾房子 老板 老板 怎么样啊 各位大人安好啊 老板发财了 这位大人都看见了 没座位了 座我们不要啊 大个商量老板 咱舍几个菜 我们短回去吃去 不是不给各位面子 你们看 你们在这挂的账 都厚厚的一本了 上次你们就说 这是最后一次舍菜 再要舍 小店可就 这一次 真就是最后一次了 上次都告诉你了 这左大帅 马上就回来了 只要他一倒 不发了云霄 我们家利息还给你就是了嘛 啊 怎么 你是不相信我们 还是不相信朝廷啊 舍不舍啊 哎 你得快快快去啊 赐菜一趟 告诉厨房去 走起来 就对咯 哎 回来 给我按二两银子的夹做 刺了我们可不要啊 看我干什么 做去 哎 准便再跟我来二斤米饭 哎 哎 说来寒酸啊 不成心意啊 别闹啊 我要见乖啊 你想到 你也在那儿 来 大家一块吃 来 一块坐下 你先坐 你先坐 来 你们坐这儿啊 来来来 坐 哎 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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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你呀 就像看见了一爹呀 十条憨子呀 吵上 老太太 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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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鎂菜出来д張 这十几年章打下来啊 刺烈得嚼一身 没刺的 就像我们这个样子了 什么勾批 鸡兵体毒 鸡兵中兵呢 鸡兵 鸡兵敷将 一文钱风流都没有 天天问他们要 天天说给 这给个屁呀 不过也行啊 总算每人上了一件黄麻瓜 穿着挟盖 往大景上一走啊 大清国的殿也真给我们丢的了 行了行了行了 发什么老嫂啊 那李家的事啊 不比我们的事大多了 李二国多好的一个人啊 被他们杀了 还被这个老实的罪 老夫人啊 您放心啊 等左大帅到了京城啊 帮我们的事先撂下 集中力量 把您的官司打赢他 朝昌 将个男子汉大丈夫 学你爹 跟他们干 奶奶 我去买摊酒来 没有惨不来了 别着急 你们听的啊 正好左大帅来了 你们忧远就汉远啊 你听我们的商营啊 我们得要回来啊 我们得要回来啊 听得吗 要回来 要回来 哎 胡叔 你说这个左大帅 他会管我爹的事情呢 放心吧啊 你爹和你大补 九个左大帅里面呢 你说这事他会不会管呢 对 中塭大人 六爷来不着了 我们接吧 哎 another pog 怎么弄 这些人也来了 宗棠之子 这些人的事 朝廷始终就没解决 找左宗棠就解决了 赶快去 想个办法把他们轰走 想什么办法 劝又劝不走 抓又抓不了啊 你们一个个跟我撂挑的是不是 左罗子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 这个场合 看到这些人 要是闹出事来 你们就等着处分吧 处置了属下们倒好 换些人来 兴许有办法 中藏大人 各位大人 左大设的遗仗马上就要到了 放胖吧 大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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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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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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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有问 将个怀君是不是也是这个待遇 本来是六爷要来的 功力有极势就让我来了 鸟儿没了 弓箭也藏起来了 总算是打了一场正经仗 把不过老毛子也赶出去了 我这支部队是不是也太彻了 国家住室朝廷正要比重呢 季高兄何处起源呢 住室嘛 有李鸿昌就够了 老毛子 边境不合适了 老毛子 那些人是谁啊 胡思他们李鸿昌的人吧 怎么回事 集民的态度朝廷一时解决不了啊 不过正在解决 赶快抓紧解决 是 季高啊 天大的事 我后朝他们再去说 特意为你准备了酒宴 为你结封啊 请吧 请吧 张着这些人的面 这酒你能喝下去 我可喝不下去了 我是带兵打仗的 上了将士们的心 大帅 大帅 我是一仗也打不赢 今天 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对 都请回吧 请回吧 哎呀 季高季高 事关朝廷理智 现在可不是闹义气的时候 要闹义气 我会到军机处养心殿去闹去 老毛 我这可是给你的台阶下了 这样也好 足大帅安马劳顿 今天大家先回去吧 啊 改日再陪啊 好好好 大帅 快 大帅啊 你快救救我们吧 咱们弟兄们呢 都成这个样子了 你怎么也不逛逛咱们呢 啊 你们是愈发出奇了 不够了吗 好了 好了 起来起来 吃饭去 吃饭去 老五 不要说了 大家都不要说了 啊 吃饭去吧 来来来 吃饭去 我们的事啊 快先往后面放一放 有个人 你必须先认识他 这是林文明 林二哥的儿子 他爹 在台湾 被那些狗里的给杀害了 用这回事 嗯 快跪下 请各位叔伯 给我爹申冤 好 起来起来 起来 好 好 我给你见大帅去 老夫人亲 老夫人亲的 是的 使不得呀 快 这使不得呀 是的 是的 老夫人 你 ус 你 可 是 师傅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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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跟文察文明一起走过来的 这几天什么应酬都不要去 留在这里陪着老夫人 是 老夫人 我也不能陪你说话了 刘 在 把老夫人带来的壮志和证据 都带好 我都带着 我们去找皇上 谢谢 谢谢 好 臣坐宗堂叩见皇上 辛苦了 应该的 应该的 皇上好好将其龙铁啊 国家中兴 胆子都在皇上一人身上 皇上 让皇上歇着吧 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 臣民告退了 小师传 好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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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爷怎么说的 还能这么说啊 先退到皇上身上了 明里是维护皇上 暗里是在铁堡和景他们 不就是为了把南洋那块交 给和景他们管吗 什么时候了 既要防着我们乡君 还要防着李鸿章的怀君 那就更要争了 就是论事来说 这个案子当然是翻不了 除非 有话就说嘛 除非能像这种植里面说的那样 把丁之剑和他背后的那些人 在台湾港张老的事 先查出来 然后啊 我们想个办法 动到两宫太后那儿去 到那个时候 就谁也保不住他们了 派谁去查 当然是推举我们自己的人去 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复杂 你以为当年 我一个折子就能把孔昭慈 派到台湾去 可是现在呢 你当台湾兵被盗的事 连提都不能提了 大帅 到台湾当兵被盗 可不是我自己愿意去的 那台湾剑上是早晚的事情 在台湾经营 少不了像林家这样的人家扶持 为林家申冤 不但是为我们自己人出头 而且也是为国家着想 我左宗堂战 这点道理都不懂嘛 可眼下是什么时候啊 皇上在那儿病着 听说西宫又跟六爷较劲 这个时候我要派你去 就是卷进了两宫的争斗里去了 那就只有让老太太先回去了 这个口啊 我真不知道怎么开啊 杜察员也是这么说的 朝朝 你说这怎么办呢 我送你老先回去 我再回来 不要再来了 许多事情原本是做不通的 当年你爷爷被人害了 朝动的外祖太爷就说了 这朝廷是有王法的 这官司一定能打赢 可后来 连命都送掉了 还是打输了 这才逼得你大伯出手杀了仇人 奶奶之所以拼了老命要来告状 一半也是想当年曾老太爷 他为了我们家都能那样做 我为了我的儿子 就不应该讨个公道吗 可这一出来啊 我就回不去了 那么多台友在盼着 还有把杨家也牵连上 奶奶没脸见了 奶奶 您千万别这么想 那左大帅说了 他一定会管的 再说您老回去了还有我在 还有那么多的叔伯呢 不要回去 大帅捡上有单子不好说话 我们怕什么呀 是不是啊 都光着的呀 还怕穿鞋的呀 对 小太太 明天我们这些人用胶子 抬着您到屋门去 走 大刘啊 你身上有骨铭啊 你不能去 但是你要去转告左大帅 我们迟着要闹他一场 我们怕什么呀 有事啊 我们担着 我看 你可看见了 你要记住这些人呢 你阿弟就是这样做人的 从今往后 你可得学着这样做人呢 知道吗 孩子们 你们和文明都是兄弟呗 我也就这样叫你们了 刚才你们说的那些话 我真是感激不济 可是 你们也得听我说一句 事情不是这样做的 你们说 要把我抬到五门去 我也不会去 你知道他们给文明 安的是什么罪名吗 他们给他安的是 聚众华变哪 如果你们把我抬到五门 我老太婆 不也成了聚众华变了吗 对对对 还是老夫人有见识 奶奶 大家 万万不可把事情越闹越糟 老夫人 您老是明白人 听左大帅和我们一回劝 先回去 事情由我们来办 殿燕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回不去了 当着大家的命 就当做 是我交代后事吧 此时此刻起 我绝食了 奶奶 我就死在这里 我就不信 他们会不给我一个交代 朝昌 二婶 布我上床 奶奶 您别这样 我们会有办法的 一定会有办法的 千条路万条路 老夫人 您可不能走这条路啊 我们找大帅去 你要去 还是我去吧 要去啊 我们大家一起去 走 我们走 奶奶 奶奶 小少爷 你看 王爷在那边 大人 请问一下 台湾来的林老夫人 是不是能住在这里啊 是 请问阁下是 在下是老夫人的长孙 林朝栋 好好 六子 来来来 我们拿进去 多谢多谢 好好好 让我们来 谢谢啊 好 有分量啊 这要是一捅出去 林家的案子肯定能翻了 可也正成了西边太后正六爷的把柄 非设计知福 非设计知福啊 想一想 想一想 有没有什么两全的办法呀 大帅 要是让六爷 自己来纠正这个案子呢 有道理啊 好 我这就去找六爷 请 老夫人 这就是两宫皇太后 磕头吧 快扶住 都七十多岁的人了 飘扬过海的 不用败了 两宫太后恩典 就算我替我两个儿子 叩谢天恩 怎么说 也得磕个头吧 六爷 快给老夫人看座 老夫人 这是书恩 遵致吧 六爷 你也坐下吧 是 来人哪 把我这蜜膏端过去 给老夫人尝尝 遮 来人哪 把我这珍珠丸子 也给老夫人端过去 遮 秘密 这大清国呀,太大了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你看看,多少万的官员 闻的,捂的,好的,坏的都有 就像你儿子就是好样的 还有不好的,就是想害你儿子的那些人 宫里头不是不知道 但是也管不了,就给你赔个不是吧 太后这么说,命不死也不敢当 都是臣等失察,臣请求处罚 坐下坐下,都坐下说话 六爷,你也坐下说话 是 老夫人 是 你知道你的冤情,是谁替你申的吗 当然是朝廷圣灵 我告诉你 是公亲王 我刚才说的都是实情 当年,先帝爷病天 皇上又小,又连年打仗 跟洋人打了,又跟海肥打 多亏了公亲王在那扶持着 这个家难当啊 你儿子的事,还有台友的事 这些情况他并不知道什么 今儿知道了,就报上来了 而且主动的要改过来 六爷,这案子的情况准备的怎么样了 臣等商议了,正要请旨 朝廷准备马上派人到台湾去 把事情彻底查清 林文明要平反 台友们的欠降也要补发 所有牵扯到本案的官员 无论是谁,按律处置 那你准备派谁去查 林文查和林文明 是随左宗棠打仗的 臣马上准备派左宗棠的手下人去查 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他们 把事情彻底查清楚 这么办嘛,很彻底 我们姐儿俩昨儿就翻阅了卷案 涉案的那些人呢 有的万不可恕 有的是情有可原 比如何锦 他就没有贪落的情势 他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姐儿俩定下来了 给他革职留任 其他巡抚以下的那些人呢 犯着哪条,治哪条 除了难的情势 词 Rex следующ的词 花刚刚开过 玫瑰又成为玫瑰的理由 人就只有这么一辈子 怎能不到秋天就凋落 你刚刚飘过 明天怎能是退却的借口 人就只有这么一辈子 只要过了刻不能回头 我知道人间无趣正不好走 也知道人间是沧桑不好受 但是花开已经人生已逝 泪又算什么哭又算什么 人就只有这么一辈子 总要风经过雨来过痛过 也苦苦 才能在岁月的门后 把那些心酸当作 小谈说 人就只有这么一辈子 总要风经过雨来过痛过 也苦过 好 我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